最后还剩两个队选手要上场了 先来看王磊和王雪涵 他们是现在国家队的选手 曾经获得过大奖赛的奖牌 看看今天他们的窈窕淑女表现得怎么样 没问题 我们转三周 质量很高 完成得还不错 但是女孩落冰 第一跳落冰有双足的嫌疑 两个单身跳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考验两个难关 今天他们选用了后内两周跳来代替后内三周 手对手的脱绝 通过难度姿态 难度下 难度进入的前面轮线 还好刚才王磊控制得很好 在转到两圈半的时候 女孩有一个晃动 险些失误了 我可能是线过了 等会有一个智能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我应该是线小的 你还好吗 跟她们来讲还有最后一个难度 这个动作没有 后外三座有深蹲翻身 谷主的难度起 难度下 空中难度姿态 这个动作完成还可以 现在我们看的选手这些动作和编排 都会体现在她们的第二个分型内容层当中 它不是规定的难度 你高水平选手就赚得非常近 咱们俩要选用了一个难度的进入 一致性也不错 又一个难度的起法的不错局 旋转后半热镜是不更难一些 在规则当中有几手比较难的进入 一种是反方向的旋轨 他们 它其实他们掌握的是直接进入 做的也很好 根据美人特点 难度 今天滑的还是不错的 难度进入了很多种 根据你自己的特点 你选 你可以选择 又选择地去进行表演 王雪函 王磊 我们看到今天新疆的观众很热情 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已经好像在这看的话 是场地已经基本是做买了 所以他们今天的双人滑却是世界级的水平 所以对大家可能都是想来看一看 然后体验一下现场的感觉 双人滑 单人滑 现在都是这个世界级的 对 南端也是 我觉得今天在场的观众 可能也给他们这个表演带来了一些鼓励 因为人越多的时候 我们知道王雪函是属于一个人来分 所以说他表现就会越好 对 我们现在都是这样 就是比赛包括表演的时候 如果观众跟你的互动越好的话 你的这个投入 你的这个力量 这个是源源不断的 对 我能想象到 就是如果你对着一个空荡荡的赛场 没有观众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自己再怎么卖力的表演 也没有回应 那种失望 所以我去向美国和日本 还有包括加拿大这个现场 氛围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很多选手都会超水平的发挥 特别是日本 看看他的路兵 这一条路兵 没有 完成很干净 后外点兵三周 连后外点兵两周 今天滑的还真是不错 因为现在国内这样 就是这个动作 再撞到第二圈 这是一圈 没有演 在第二圈半的时候 有一些小晃动 这是第一个泡跳 高水平的滑出 现在规则要求是要有延伸性的滑出 第二跳 落冰提腿 还有打腿 动作没有完全的展开 他们做这个三个托举 现在目前来讲是国际水准的 最难的了 你可能能力还可以再做一个五组托举 但是也不允许了 对 它有数量和种类的要求 做了一个5A 做了一个5R 做了一个四组托举 现在是最难的了 5R托举加分的话 一个托举就将近 加分的话 8分到9分 对 所以托举其实是分值很高的一个动作 抛跳的分值 基础分值 抛四周好 你达到8分 到不了 现在是207.08分 总分排在第一位 王写涵 王磊 这次东运会这一仗打得不错